那那那那那那 大家好 我是托尼兔兔兔兔兔 当一个正经玩家在游玩博德之门3这款游戏三天后 他会发生什么变化 在最初建立角色的时候 我就误打误撞的在背景这里选择了罪犯 我当时真的是没多想 我只是觉得他和我这个敏捷系的角色比较搭 可能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在游戏中呢 有一个机器是可以让NPC对你无私的赠予 其实就是爬窃 这个呢是游戏当中的一项玩法 我的第一次被赠予呢 是一个叫这个爱龙的商人 当时因为是第一次啊 然后我折腾了好久 我以为是要用这个箱子挡住其他人视线 最后呢发现是NPC周围光线的原因 然后我就把它周围的这个蜡烛都吹灭了 就这样我就完成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次 并且从此无法自拔 就把爱龙扒了个金光 最后呢还从直播间里 一位非常热心非常善良的一位观众那里啊 又学了一招用这个云雾术 给NPC都弄成慕王之后 然后再进去掏NPC 这下技术升级了 掏完他都不知道是谁干的 从这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基本上我能遇到的所有NPC 我都要先上去摸一摸他的家底 甚至晚上我女儿从这个幼儿园回来 我都下意识的要看一看他的书包里边都有啥 现在呢一打开我这个角色装备一看 基本上70%的装备都是我涛来的 都到这里啊 我的心情真的是很复杂 在最初的时候呢 我是想扮演一个纯朴 善良正直热心的角色 但是最终却走上了涛的道路 而且还越涛越熟练 那事已至此呢 我只能坚持下去 谁让我是Tony兔兔姬呢 OK那最后祝大家都能在游戏中 获得更多的乐趣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忙点赞关注 我是Tony兔兔姬 那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拜拜